太阳、月亮和星星 很早很早以前,地球上还没有人,就是动物也少得可怜。 可是天上已经很热闹了。 据说在天上有这么一个家庭,丈夫是一个魁梧彪悍的勇士,名叫太阳。 妻子是一个漂亮温顺的美人,叫月亮。 他们刚结婚的时候恩恩爱爱,相敬如宾,生活过得幸福美满。 他们生了许多孩子,全是女的,名字都叫做星星。 这些女儿虽说身材有大有小,但个个长得翘眉俊眼,讨人喜爱。 他们特别喜欢唱歌跳舞,不管白天还是晚上,总是不停地唱呀、跳呀,无忧无虑的。 可是后来太阳爸爸学会了喝酒,经常喝得醉醺醺的,这样他的脾气也就变得越来越坏了,动不动就发火,又吵又闹,搅得全家不得安宁。 开始,月亮妈妈一直忍着,但太阳的脾气越来越叫她失望。 当她规劝太阳的时候,太阳不但不听,反而骂她,甚至动手打她。 星星女儿们也跟着倒霉了。 太阳爸爸不但不再疼爱她们,抚养她们,还经常无缘无故地训斥她们。 他们吃不好,喝不好,一个个变得瘦骨伶仃。 这样,他们唱歌,跳舞的兴致就再也没有了。 月亮妈妈见苦日子实在没办法再熬下去了,便带着星星女儿悄悄地离开家,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,藏了起来。 家里只剩下太阳爸爸一个人,她看不到妻子和女儿,时间一长,她这才尝到了估计是什么滋味。 她后悔了,决定去把妻子和女儿找回来。 于是,每天一大早,太阳爸爸就起床出发了。 她在天空从东头一直找到西头,任何角落都不放过。 可是月亮妈妈和星星女儿藏得十分巧妙,任她无论如何也找不到。 天晚了,太阳爸爸找累了,只好先回家去休息,第二天才继续寻找。 这时,月亮妈妈才领着星星女儿出现在天空,星星女儿又像从前一样,尽情地唱起了歌,跳起了舞。 但等天一亮,她们又赶快藏起来了。 从此,太阳和月亮,星星就再也碰不到一起了。 人们所以说太阳光强烈,那是因为太阳本来就是一个脾气暴躁的醉汉。 人们所以喜欢月亮明媚,群星灿烂的夜空,那是因为月亮本来就是一位漂亮的美女。 而星星本来就是一群能歌善舞的姑娘。 ельзя认ない checked will. Betterugg tailored sell 1 城市 irgendwas 车 散 转 转 转